第一对省市二级连动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以及它的一个代码的实现 那么里面涉及到了咱们解quary里边的一些支点 那么第一个 学习了一个新世界 然后对数组进行便利 然后对文档内容进行什么 处理的 比如说第一一个追加 在这你得需要注意的就是append和append2 然后刚才提到这时候呢 我把这个asside看一下 刚才有同学就问了这个题 append2的 什么问题呢 他说 老师我这刀的输入p 然后append2这个div 我这是不是添加了两次 那么这个怎么去判断呢 或者如果是append 这应该是怎么回事的 这个怎么去看呢 追是怎么去看 就看最终我显示的是什么标签 如果最终你看这个最终显示应该什么标签 是不是div啊 因为是把a往b里边发 所以是div 而我div在这有几个啊 有两个 所以最终的实际肯定是有两个div 然后把这追降 追降两次 如果我这是append 应该怎么玩的呢 是不是最终只有你 看这后边 此时最终是不是写事 结果是p啊 所以他会把这个怎么样 整体两个都放到这后边去 就是这样 刚才有同学有疑问这个 好咱们回到咱们的课堂讲解内容上面来 好 在这边咱们一起再看一下 这里边呢 这么一些内容 这三个吧 咱们昨天已经介绍了 当然咱们一会呢 也会查看一下 这里面相关方法一起操作 我也给你们写好了例子 写好了例子 好 那么一段信息这里边 如果是怎么样 没有参数的代表是 获取 如果你面有参数 这个里面是相对的 相对的 这是这一组 比如其他组的也是一样的 像其他的办法 如果里边 是这样的事情 要么呢 没有参数 要么有一个参数 或者是 要么有一个参数 要么有两个参数 那么参数少的内容 肯定是什么 获取 而参数多的那个 设置 设置 它有这么一规律 然后呢 这有便利的 两种方式 两种方式 以及文档处理的 这方法的 一个介绍 这呢 给大家一个代码的 一个实现 好 这是关于咱们上一个案例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的一个案例 是关于一个 下拉列表 左右选择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在之前 我已经给大家怎么样 是不是给了一个 客户会员 使用传统的 JS来实现了 然后呢 代码也发给大家了 好 今天我使用 JS来实现一下 实现一下 那么这个 之前没有分析的需求 对不对 接下来 简单的 给你提一下 一个简单的需求 好 在这是这样子 文字表述呢 我这直接口述了 直接口述了 因为在后台的时候 这一般体现在后台 那后台在商城里面 可能有这种情形 我这里边 要对一些商品进行管理 就是什么呢 可能这商品已经没货了 如果没货 我此时我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已有的 这是代表有货的商品 没货的我必须怎么样 所以单独给它放到另外一组里面去 然后呢 其他的 咱们管理员啊 就管理运营 咱们这个商城的那人 一看这个 这里边三星的和华为的 手机没了 怎么样 是赶紧进货 进完之后 如果一它货回来之后怎么办 是不是又得选中它怎么样 是天下左边来啊 此时是不是得上架 如果这边没有呢 怎么样 是不是得从页面里面 下架下来啊 不让用户去点击购买啊 就是这么一个操作 咱们这一需求 然后这呢 咱们要实现的公认是这样子 这边啊 这个两个箭头 指着什么意思啊 左侧下外边 我选中一个 然后单滴它 去右边 下面这个呢 双滴 啊不是双滴啊 直接单滴 然后呢 全部它就去了 全部就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 它不是什么呢 我选中双滴 去右边 做实验 这么三个功能 实验这么三个功能 好 要做这个 应该去玩 我把这个步骤呢 给大家啊 写下 那么第一步 怎么玩 怎么玩 有地方是吧 分析啊 第一步怎么玩 还是确定时间 像那个引入什么 雷哭啊 那些玩意儿啊 咱们就直接啊 发死掉了 发死掉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只关注啊 这个代码里面的 这个核心的部分 好 世界 比如这个 咱们是来 很明显是一个什么 单击世界 我这呢 就直写这一个步骤 因为这个是比这个还简单了 所以咱们把这个步骤搞明白 其他是一刃而解 好 确定世界 我这给来什么呢 是不是鼠标单击啊 鼠标 单击世界 叫做什么 clique clique 我怎么 不是杀了 好 玩完这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把另一个函数啊 在函数里面 咱们出击内容 好 我这直接 换到第二步去了 第二一步 咱们在函数里面 咱们怎么玩啊 是不是得过去左侧的 什么玩意儿 是不是 才选中状态 咱们已经 现在咱们选的是写query 你是不是得怎么样 是不是得很快速的应该找到选择器啊 我这直接就写 叫什么呢 过去左侧下拉列表 下拉列表 下拉列表 被选中 选中的 option option 好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别紧张啊 好 自语 这个怎么玩 我怎么获取 左侧 被选中的 这个option 假设 假设啊 我这 假设 叫什么呢 假设 左侧 slack 定义了 一个ID 等于 叫什么呢 就叫 lapse 就叫lapse 我这引号也不写了 引号也不写了 这怎么玩 怎么写 别说了啊 谁说了 谁在说 让你起来了啊 是不是 当了符 让你里边了 把这个也写上 马上那一会儿 少写一个 怎么写 是不是 警方 lapse 好 这样一来 我是不是获取 左侧的这个 这个slack了 好 我的目的是 为了选择 左侧 我怎么样 被选中的 这个option 怎么玩 谁说了 谁在说 怎么写 能不能搞定 后面 然后嘞 冒号 好嘞 什么玩 first 反正现在是各种各样都有 对不对 什么玩意 够了 selected 是不是 好 坐下 坐下 你们再看一下 这里边 你一定要能够 移到具体的例子的时候 一定要能够很迅速的 使用最快速的找到选择器 找到我需要操作元素 你看这个 selected 昨天我怎么说的 请你 把这一块的 尤其是 这里边的 checked和select 是不是给我好好的 看一下 因为这个 咱们经常会用的 而这个干嘛的 是不是选择 select里边 option 被选中的 而被选中 是不是这个 是获取了 这样不就搞定了吗 但是我这 是不是必须得给他定义ID 先别急啊 我把这个 页面给你搞定了 是吧 跟一样是不是 看你二 使用 dns cary 完成 下拉列表 左右选择 好 我把这个呢 给你弄进来 躺下c一个 然后呢 放在这来 躺下v 宠命名 像f2 01 然后呢 打开这个 看一下 因为我这啊 里边怎么样 是不是有多个select啊 所以你不能怎么样 像他一样 直接通过标签 是不是前面来呀 所以你先在这里怎么样 是不是确确查得到 我这个里边的 我这里边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啊 除了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里面有 有没有什么区别 写的都是一样一样的 对 那么你 你想要拉的时候 还必须怎么样 加AED啊 加AED 如果使用其他选择器怎么样 这不太好使啊 因为两个写的都差不多啊 你拿了之后 你可以怎么玩啊 先把这个过滤一下 拿到snack 对他进行过滤啊 咱们是不是还有 一旦通过元素 拿着是会多个的时候 我试试通过 还有一个叫做first 拿了它 拿它这就怎么办 去费那个 咱们为了方便怎么办呢 直接怎么样 定ID 直接啊 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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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这个 你获取到了 这是这个 一旦获取到了之后 是不是就简单了 第三步怎么玩啊 是不是将获取到的 这个 Ocean 怎么样 是不是添加到 添加到右侧的下来列表啊 好 这是这里边了 这里面我应该是涉及到两个 第一个 选择器的使用 第二个 是不是 叫做 Append的方法的使用啊 是不是呀 或者是 Append2 对不对 好 这是这个啊 这是咱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啊 我把这会儿呢 先给你搞分析